欧洲墨尔本大学移民来自黑龙江的女留学生 8日在当地商业区一栋住宅楼28楼坠楼身亡 虽然维多利亚省警方11日表示事件没有可疑 但死者的嫂子却坚持这名女生个性阳光开朗 根本没有可能轻生 这名嫂子也对女留学生的男友抱着怀疑态度 声称该男子有强烈控制语 并曾对死者家暴 坠楼身亡的女子是22岁的何佳琪 是墨尔本大学金融系一年级研究生 她的家属已从中国赶到欧洲善后 当地华人传媒报道指 死者男友当时在现场 她承认何佳琪锐楼前两人曾吵架 但她强调曾极力阻拦地跳下去 可惜事与愿违 不过何佳琪的侯心嫂子之后接受访问时 就质疑何佳琪男友的证词 她表示何佳琪漂亮 性格乐观且积极向上 更准备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加上两人在上周三才刚刚联络过 那时何佳琪态度平和没有两样 因此她不可能自杀